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6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王毅出访蒙古国 百人抗议北京压制蒙族文化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昨日展开一连两天对蒙古国的访问 但出师不利 再次遇上民众抗议 大约100名抗议者 昨日聚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举行抗议活动 指责北京压制中国蒙古族地区的 当地语言和文化 高呼让我们保护我们的母语和王毅滚蛋 中国当局近日下发通知 从9月1日起 中国内蒙古地区中小学教学科目 包括历史、政治和语言 以普通话授课 将蒙古语从核心课程中移除 当局用汉语逐步取代蒙语授课的决定 引发当地一些地区的持续抗议 抗议人士就认为 这一项政策是在摧毁蒙古族文化 中国表示 核心课程改由普通话授课的政策 旨在促进民族团结 并坚称其他学科和年级的蒙古语教学仍有空间 那针对此事 总部设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指责中国当局将该地区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该中心就表示 在内蒙古地区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抗议活动 那已有4000至5000人被警方拘留 那至少9人丧生 但是蒙古国政府并没有对内蒙古正在发生的事件发表评论 路透社引用蒙古一位萨满教抗议者的话说 我们的领导人需要辞言不讳 他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借国际关系和经济稳定的名义保持沉默 蒙古族人就会一个接一个的受到排挤 那蒙古族也将逐渐消失 美国之音报道 分析人士对蒙古国政府在王毅访问期间提及 内蒙古的抗议事件保持怀疑的态度 那蒙古经济被认为严重依赖中国 王毅访问期间 那预计中国将向蒙古提供7亿元人民币的增款 那蒙古国是煤炭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之一 煤炭是蒙古最主要的出口资源 成为蒙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助 那资料显示 中国是蒙古煤炭出口的最大市场 占蒙古国总出口量的95%以上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财文瑞周一 接受乌兰巴托美日民族报受访时表示 那中国对蒙古煤炭的需求正在萎缩 尽管发货仍在继续 但由于没有市场造成煤炭积压 财文瑞还说坦率的说我们正在为蒙古的利益工作 那财文瑞表示除了提供增款 那王毅还将与蒙古签署一系列的经济协议 李鸿为对求和说道歉 国民党决定不出席论坛 台湾在野国民党决定取消出席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 那党主席江启成昨日表示 那原先国民党主团参加海峡论坛 只是巡礼参加 在当前中美对抗两岸气氛不佳之下 希望追求两岸和平与安全 但因为中央电视台主播李鸿 没有对求和说道歉 才取消行程 江启成昨日傍晚接受 POP Radio广播专访时 做出以上述表示 那他还说 两岸沟通与对话 不是只有透过海峡论坛一图 只要秉持善意相互尊重 这样的交流才可以长久 那也唯有不断交流 才能积累互信 那以其作为勉强序 那不如为下一次的交流保留机会 而另一方面 有消息指出 国民党内部对委派立法院前院长 王金平参加海峡论坛 却爆出王金平求见台湾总统 蔡英文不满一事 那江启成就表示 他邀请王金平率团出访时 没有讲到他见了谁 那事后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 不过事后 王金平已经向他澄清了 那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 昨日接受访问时说 他出面邀请王金平时 王金平曾拿出记事本提到 自己8月14日 曾与蔡英文会面 当时是因为担心 关病疫情以及台湾经济走向 两岸关系紧张 那并不是如谣言所说 蔡英文委派他为密使 李乾隆也透露 那李鸿求和说发生后 国民党曾与中国大陆国台办沟通 那希望李鸿为这个人来求和用词不当 对王金平不敬 及对国民党造成伤害道歉 当时国台办的回复是 李鸿会在第二次节目表示歉意 那但后来 李鸿只将求和说改成 追求和平 这是骗三岁小孩的话 那国台办是尽力了 但央视、秉署、中宣部 一直到周一依然无意致歉 于是国民党才决定取消 那联合报就报道 央视人员表示 求和说必须有人要负责任 当事人、主播李鸿 节目制作人 甚至是央视四套负责人 可能都要受到连带处分 那该报引述不具名北京官员透露 今年海峡论坛本来就是在 万般困难州筹办 那求和说发酵后 两天之内大陆自媒体纷纷跟进 国台办发言人出面强调 欢迎王金平率国民党代表 参加海峡论坛 但网络上已经延烧开来 根本起不了作用 那大陆网络氛围 已绑架了两岸关系 北京官员也同时称 求和说一定会处理 否则以后更没有人敢来交流 担心都会被求和 又一中起遭美国制裁 优廉集团项目会用于军事目的 那美国财政部周二将中国的 优廉集团列入黑名单 该集团在柬埔寨开发七星海港口 机场和度假村综合项目 美国称该项目是在从当地人手中 夺取的土地上建造的 而且有可信的报告称 该项目可能被用来存放中国的军事资产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有可信报告称 七星海综合项目可能被用来存放中国军事资产 他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将违反柬埔寨宪法 并可能威胁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稳定 可能影响柬埔寨的主权和我们盟友的安全 美国财政部称 优廉集团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 曾先虚假注册为一家柬埔寨实体 以获取用于开发七星海项目的土地 随后又恢复注册为一家中国实体 美财政部还称 优廉集团出资的项目 迫使柬埔寨人离开他们的土地 破坏了环境 并损害了当地社区的生计 美国财政部声明援引了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此前的发言 表示七星海度假村可以被改用来存放军事资产 财政部声明就称 中国在柬埔寨的永久军事存在可能威胁地区稳定 破坏和平解决争端 促进海上安全保障 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前景 路透社记者无法立即联系到优廉集团置评 柬埔寨政府代表和中国驻美大使馆 均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心TikTok的进展 甲骨文与TikTok合作 未能解决美国政府安全担忧 根据法新社报道 甲骨文及字节跳动公司TikTok 都证实达成了合作协议 但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 美国财长姆努钦此前表示 美国政府已在上周 收到了商业软件开发商甲骨文提议 将TikTok变成一间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 白宫也将在本周审核有关提案 根据业界人士透露 虽然这一项协议没能达到美国总统特朗普 全面收购TikTok在美国业务的要求 但甲骨文领导层与特朗普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 甲骨文周一发出声明指出 字节跳动选择甲骨文作为可信赖的技术提供者 那使TikTok可以继续在美国营运 不过甲骨文与字节跳动的协议 不属于出售或收购 那则基本上迎合了中国政府的要求 TikTok的声明也表示与甲骨文的协议 应该可以解决美国政府的安全忧虑 强调TikTok对美国的一亿用户很重要 那合作协议一旦获批准 预计可以在美国创造两万五千个新职位 但另一方面 美国之音就引述法律学者 独立时评人于平的言论指出 TikTok在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 那于平就认为TikTok这样做 那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己丧失在美国 甚至在全世界范围的市场 可能还会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而另一方面 TikTok尝试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 那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则认为 那TikTok选择寻求美国合作伙伴的方式 而不是出售业务 与中国政府的思路完全一致 那这显示字节跳动的这个决定 其实是中国政府的决定 秦鹏就表示TikTok的这一项举措并不能解决美国政府的安全担忧 秦鹏说TikTok是采取甲骨文的云端 那TikTok依然以美国为总部 同时把数据交到甲骨文的云端上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中国政府依然可以通过TikTok去访问到有关数据 而第二 TikTok早前表示 不会出售TikTok演算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算法的背后如何去推动这些数据 在美国如何去推动信息造假或者干预大选 或者是其他这样的行为 这依然是一个威胁 那这里面怎样去解决 我们没有看到细节 接着我们来看 美国怒批世贸制止北京恶行举措不利 那世界贸易组织周二裁决 美国向中国科征总值2500亿美元高额关税 违反了世贸规则 与世贸组织多项条款不兼容 那美方折批世贸组织举措无力 不能制止中方的不正当商业行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世贸裁决表示 那世贸组织的决定完全不适应 制止中国不正当的商业贸易行为 莱特希泽称 那尽管世贸组织的专家组 未能对美国提出的 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证据提出任何意义 仍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凸显了该组织在阻止中方技术盗窃 强制性技术转移等有害行为上完全举措无力 那莱特希泽表示强调 这一裁决对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不具有任何效果 他同时表示 针对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美国有权捍卫自身的利益 他警告说 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中国利用世贸组织 来颁驳美国劳工 美国企业 美国农民和美国养殖户 那世贸组织一个特别专家小组 周二就中方数美关税措施 做出相关裁定后 中国商务部对世贸裁决表示赞赏 那并希望美国完全遵守 世贸组织专家小组做出的仲裁 那与中方相向而行 那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美方对中方施加惩罚性关税 标志着中美贸易战全面展开 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 一个突出特征 那特朗普一直指责 中国采取不正当贸易行为 来窃取知识产权 并且使用技术 扩大中国在世界一些地区的影响力 同时用高科技监视 和强化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控制 那根据世贸组织规定 美中双方可以就世贸专家小组的裁决 向世贸上述机构提出上述 但是世贸组织这已位于 日内瓦的上述机构 由于美国反对新法官临选程序 已从去年的12月11日起停止运转 那华盛顿认为 美国一直没有被世贸组织公正对待 提出对该组织采取重大改革 美国指责上述机构月权 那审理费用过高 那审理时间过长 因此世贸组织的上述机构 12月起处于停摆状态 那在等待期间 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 包括欧盟成立了一个临时上述法庭 以解决商业征送 那但美国拒绝加入 世贸组织鼓励 美中共同努力 达成一个互相满意的解决办法 但该组织并未对中方 针对美方采取的反制措施表态 理由是美国政府并未提出申诉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向越南 那越南下周起 恢复往返六亚洲国际航班 那根据法新社引述越南政府网站发布的声明说 越南宣布恢复往返六个亚洲地区的国际商业航班 那往返中国南部城市 广州 东京 首尔和台北的航班 将于下周二恢复运作 那声明说 从9月22日起 往返金边和万象的航班也将恢复 不过航班只是开放于越南公民 外交官 外国专家 投资者 管理人员 及其家属 另外任何入境者都必须在登机之前 和抵达时进行冠病检测 那今年2月 越南暂停往返中国的国际商业航班 并在3月暂停多数其他国际地区的航班 那少数的外国外交官和商务人士 被允许在前访和包机航班上进入越南 但入境后 必须在国家设施或政府选择的酒店 受到严格的两周隔离 那声明就说 政府目前正在考虑是否要缩短隔离期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 2020年9月16日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 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 口条家 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 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书案政经 科技 火文鱼新闻 据新闻 政治学 经济学 科技等专业背景 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 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诚 愿意接受新任务 应聘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材材 主要播放平台 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统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 及晚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